这里我们有马来西亚的一位车车车,Leona Chin 好,大家好,现在我就来到了Auto City Carnival 所以现在我的车就摆放在ESNLubricant的房子这里 然后现在我就带你们走走看看这里到底来了小摩车 我们这里有个Hawk I Wannabe,alright 所以刚才大家所见的今天有蛮不同款式的车来出席这个Event 而且大家都有蛮自己的改装的风格 然后现在其实Leona Chin就差不多要开始他的DRIFT DEMO了 但是因为他原本应该用的那辆车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所以并不适合拿来飘一个DEMO 所以现在他们正在等着另一辆后配车过来 所以希望他来得及在那个做DEMO时间前能够到 嗯,这辆车Conrod Bearing已经坏了 GG.com 大家好,我们这里就有一台的Ford Model A OK,大家如果你们好奇这个老车上面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前面这个就是他们的Water Temp 如果是从这里看出来的话 也只是看得到其实这边 它有一只Mercury的枕 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医生看那个我们的体温一样的那种Mercury枕 所以这个就是这辆车的Water Temp 所以它的Water Temp是在车外面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setup 就是它直接Water Temp就是插在radiator的上面而已 它就购乱了 它在车外面 它整个配件 来一个autoshaw当然少不了AE86了 你看就一定有年轻人围着AE86来拍照 所以就好像我之前所讲的那辆180 就很可惜的那个Cornrod Bearing已经出事了 所以不能用 所以现在就找来了 这台S11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这辆是前一阵 我刚刚做了一个review的S11 大家这辆是一个蛮可爱的车 所以这辆是一个KE70 然后它的车把后面的那个Molny-10 然后用着Proton Saga的车头 然后它的引擎是一个Sylvia的SR20引擎 现在他们又多叫来了一个搭配了V8的R34过来 然后等下就让Leona来drift这辆车 然后刚才那辆S11 Cylvia就拿来当这后备车 好 大家 所以最后还是要看到我们的这一次 我们就要当下的两个马来西亚的一代 这个车中再专达 所以后还会在做一些隆课链 这里在AutoCity Jerusalem 所以好等不上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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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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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